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要先带你来看传承167年的基隆中原季 昨天傍晚进行了关开门的仪式 老大公庙方面表示基隆比其他的地方晚一天关开门 代表的是基隆人的人情味 而基隆市长林悠昌表示 基隆已经连续27天零确诊 都是主谱及个姓氏宗亲会诚心诚意的福气 及所有市民共同配合防疫的成果 紧接着在清安宫举办交接首炉的仪式 由明年直冬的黄姓宗亲会接棒 象征中原季的永续传承 也为为期一个月的基隆中原季庆典 画下圆满的据点 欢迎他们圆满成功 在基隆市长林悠昌与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年陪同下 轮值主谱的李姓宗亲会主委李腾龙将开门关起锁头和尚 请好兄弟返回民间 传承167年的基隆中原季 在农历8月1号傍晚举行观开门仪式 比其他地方晚一天代表的是基隆人的慈悲心与人情味 在疫情威胁下 基隆中原季各项祭典科已能顺利举行 族谱的李姓宗亲会方面特别感谢各界的协助与支持 这次是疫情的缭乱 但是我们大家也会发愈和足弊 坚强的心 是老老公的感应 你看 风风雨雨都没有 这么平安顺势 这就是我们市長的独占 所以大家国际生的坚强 用心的付出 府会首长也肯定轮值竹谱的用心 基隆市长牛昌就表示 基隆已经连续27天领确诊 等于从开刊门那天起 基隆就都很平安 这都是中心会的诚心诚意 与市民配合防疫的成果 我们所有历史医生中心会 大大小小 让你们很辛苦 尤其是资金约翰 然后在疫情当中 受到很多的这个规范跟前置 可是我们真的毕竟 也把它办得真的顺利圆满 今天也是我们连续27天 零确诊的一个时间跟日子 所以也差不多就是 我们从开刊门普度以来 差不多连续都是 零确诊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说 奔到我们中心会的这个服务 整个的防疫的工作 把它做得很好 所以今年我记得 我们这个 你放水灯的时候 今年的放水灯 各姓中心会的水灯头 都放得非常的顺利 冰冰安安顺顺顺顺顺 然后放得很困難 我想今年的活动 是真的非常的圆满 随后在清安宫举办交接手炉仪式 在金融市长刘昌与清安宫主委童勇 及各姓氏中心会代表见证下 由近年轮子主谱的李姓中心会主委李腾龙等人 将首如依序递交给明年直冬的 黄姓中心会主委等代表 象征金融中元季的永续传承 也为为期一个月的百年文化庆典活动 画下圆满的据点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中秋节快到了 亲朋好友一起烤漏是最应景的活动之一 不过受到近日双北疫情再次爆发的影响 金融市长林又昌宣布 金融所有的中秋节活动 必须要严格落实中央防疫指引 否则一律停办 至于烤漏的部分 包含公园等公共场所 甚至住家骑楼 即日骑士禁止民众烤漏 金融市到9月7号为止 已经连续27天加龄 不过受到双北幼儿园私生群聚感染事件影响 面对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 金融市长林又昌表示 区里相关活动需严格落实防疫指引 否则一律停办 至于中秋节民众最爱的考虑活动 牛昌也宣布除了在家中与同住家人考虑外 包括公园等公场所 甚至棋楼的户外考虑活动 即日起一律禁止 大家关心了考虑的问题 那本市我们在所有的公共场所 包含棋楼一律禁止考虑 而民众如果是在家里面 跟同住的一个家人 在家里面居家进行考虑的话 这一部分是我们不会予以禁止 不过还是提醒大家 这个还是要提高防疫的一个警觉 现在还是二级警戒期间 其实还是在防疫的这个状况之下 所以一切应该以防疫为最优先的一个考量 那这个大家不要因为 这个一时的一个不方便 造成防疫的破口 我想这个是得不偿失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也会是这几天 整个双北的一个疫情的状况 随时做检讨 那我们也不排除 万一新北有这个data的一个 这个社区感染的一个状况的话 我们随时检讨 那必要的时候提升相关的一个 管理的一个作为 防疫危险 然后这个要料敌从宽 然后要用最快速 最严谨的态度来处理它 牛昌强调目前仍是疫情警戒期间 呼吁民众仍应提高警觉 做好个人防疫 能一时不变才有机会 让疫情早日结束 重回正常生活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金融爱四入夜市的白天 遭人乱到垃圾 环保局说 只要确实拍到人像 茶道乱丢者 最高可罚6000元 大白天 女子从棋楼走出来 双手拎着垃圾 下一秒直接把垃圾 留在地上 还有人戴在安全帽 手拿的两袋垃圾 根本不管旁边就贴的警语 直接把垃圾丢在电杆旁 直接离开 而这样的随意乱丢的行为 却出现在金融爱四入夜市 道路两旁 变成民众丢垃圾的地点 好像蛮长期有这样的问题 蛮长期的 老我倒是不觉得困 但是摊贩应该会觉得困扰 因为我们是店面嘛 是不是 那照袋是谁丢的吗 因为这样会有种脏乱啊 对啊 会影响到你们做生意 一定会啊 所以就变成 那个摩馈的会 一定会帮忙有啊 仔细看 电杆旁填满环保局警语 可能是怕不够醒目 还有民众亲自手写一份 但依旧还是有人乱丢垃圾 往往趁着天亮 或者白天夜市没人 随手就丢 有关于垃圾不落地 这个政策 已经推行多年 就麻烦把垃圾丢在该丢的时间 还有位置 就是丢到垃圾车 那有关于这样随地乱丢垃圾 我们一定会依法告发 垃圾随手丢 艾斯路摊贩 还没营业 就要先帮您解决垃圾 环保局说 如果拍到决定器影像 查到违法乱丢者 就会依法开单告发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许多弱势民众不只需要民生物资 生活环境上的大小家电的需求 或许比食物更为重要 因此在基隆市政府社会处的牵线下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器官协会 基隆分会 依照社会处社工们开出的清单 购买了价值20万元 总共38项的小家电 分赠给基隆市20户的弱势民众 协助他们改善生活环境品质 在基隆市政府社会处科长刘婉欣 以及社工带领下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器官协会 基隆分会会长曹亚兰 和两位代表 到位在市中心区的公寓 一步步走上灯光昏暗 弯弯曲曲 坡度陡峭的楼梯 到达五楼顶楼 加盖在大水塔旁边的房间 探视早年嫁到台湾 现年大约44岁 却因为先生过世 之前自己工作又伤及腰椎 和两位分别20岁和15岁的女儿 相依为命 属于低收入户的外配卵太太 由于在顶楼大太阳照射下 早上11点半 屋内温度计就飙上34、35度 因此社工特地拿着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 捐赠的冷风扇和电扇给阮太太 改善居家炎热的情况 会长曹亚兰更是现场加振一个红包 帮助行动不便的阮太太 更主动要再加振一个小的电冰箱 改善阮太太的生活环境 让阮太太感动落泪 因为现场虽然遗留有两个大小冰箱 其实都已经损坏 这只是社会处辅导救助的 许多弱势家户的现况之一 特别在疫情冲击下 许多弱势民众不只需要民生物资 生活环境上的大小家电需求 或许比食物更重要 因此在基隆市政府社会处牵线下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 基隆分会依照社会处社工们 开出的清单购买了38项小家电 分赠给基隆市20户的弱势民众 协助他们改善生活环境品质 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做一个 希望能够关怀社会的人很安心 而且觉得说我们真的 希望这个资源能够用到需要的地方 这是我们基隆市华一个宗旨 真正他们需要什么 我们给什么 这不是我们想给他什么 他要接受什么 这是不一样的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吴挺峰 延回正感谢牌 感谢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 基隆分会的爱心 很多弱势的一个案家 在他们生活里面 通缺的 可能就是这个大家电跟小家电 我记得那个弱副处长 跟我谈过这个一件事情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们有时候会去访问一些弱势的一个家庭 那我们发现到说他们有时候的一些生活上的难 可能不是我们所想见的 譬如说 基隆冬天多雨 那冬天多雨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说衣服怎么洗都洗不干 那洗不干的话 衣服穿起来就有美味 那小朋友在学校的时候 就难免会被人家歧视或险恶等等之类的 那这个对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 我们恐怕不太容易感受到 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不便 所以我们一个处司机很有可能 就让下一代重拾他的一个自信 所以借这个机会 特别谢谢这个曹会长 还有我们在场的所有的代表们 看到这样的一个需求 社会处长吴挺峰 更感谢社会处社会工作科社工们的协助和努力 发掘弱势加护民众真正的需求 才能借由政府和民间的力量 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品质 度过难关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为了要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拓展学生的国际观 民传国中规划了国际放胆不设限 国际体验活动 邀请六国的外籍教授及研究生 设计活动内容及担任分组辅导员 让学生打破学科领域的界限 进行英语与科学的跨领域整合 来自美国 印度 海地 越南 巴拿马 马来西亚这六个国家的外籍教授及研究生 从饮料与行销着手 让民传国中学生进行跨文化的英语沟通 同时打破学科领域的界限 学生要挑战的不是听得懂英文 而是要听得懂不同腔调的英文 这让参与的家长很惊喜 我非常惊讶看到这个活动 他们邀请了全世界各地来自七个 不同国家的老师学生 一同的来参与 每一个国家很有趣 他们有不同的腔调 不同的表达方式 非常独特的一个学习的方式 面对全球化及国际化的浪潮 民传国中引导学生实践所学的知识 透过国际活动进行跨领域的统整学习 我们希望其实让孩子去熟悉不同的文化 从饮料的一个课程开始 让孩子去探讨他的营养成本 进而让孩子去想想看 如果有一个健康的饮品 是怎样去做一些行销 藉由线上学习 与国际学生交流的机会 认识多元文化 并强化英语沟通能力与动机 期待孩子们都能发挥自我才能 激发自信 成功与国际接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你在找工作吗 安心上工方案 让政府帮助你 纾困补助让您安心及时上工 每月最高12800元 最长可工作6个月 训练津贴让您充电再出发 每月最高可领到19200元 失业了也不用担心子女的学费 每名补助4000元到24000元 纾困4.0 政府助您渡难关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了 基隆是一座进步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 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天我们以A City for All 为主题 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争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86000元 期望能够激荡出不同的影像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叉活动官网 我是之前去你们公司应征的张先生 你们不是说会再通知我上班时间吗 都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 怎么都还没有消息 先生 你以为来填个资料就能保证录取吗 你想想怎么可能啊 诶 等一下 那至少是我们这样存折 要还给我吧 我还花了好几万块 买你们公司的产品诶 你们这样不行 我要退费 喂喂 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楚 喂喂喂喂 求职房片请记住三要七步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劳资关系科提醒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阿嬷 这座商怎么了 怎么光秃秃的 就有人乱挖地把树木土地挖掉 这都是很危险的哦 嗯 老师上课有说过 这样可能会引起落石土石流等灾害 很危险 对啊 看着我会在山上乱挖 就要官兴同步去工作 不 会心危险市就要付了 从山护水 青山流 不惧落石土石流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 美洲山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中秋节快到了 应景的月饼也开始热卖 基隆著名的连锁面包店 推出了日式和果子制作的饼皮 加上在地特产与麻糬的桃山月饼 低糖低油 希望让消费者能够健康快乐地 迎接中秋团圆日 不受疫情影响 这个销量可比往年增加了不少 颜色跳脱传统的饼皮 切开看地瓜线包覆麻糬更加吸引人 这是基隆知名连锁面包店 新推出的桃山月饼 采用日式和果子制作的饼皮 口感细腻 内馅则用台湾特产地瓜级无豆沙 加上软Q的麻糬 不但好吃 有别于传统月饼低糖低油的做法 更加健康 今年我们的月饼 这是桃山地瓜麻糬 它是使用了日本和果子皮 去搭成桃山饼皮 然后加入了严选的金山地瓜 然后搭配Q弹的麻糬 经过反复工序 然后先蒸后烘焙 然后让它口感更为细细跟柔软 这一个的话是桃山乌豆沙麻糬 那里面是严选台湾抹茶粉 然后与绵密细致的红豆沙跟红芸豆沙 然后一样是搭配麻糬 然后原本让原本的更甜腻的口感啊 然后带着一个醇厚的抹茶的味道 然后吃起来的话会更回甘 那这一颗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乌豆沙 乌豆金沙蛋黄酥 它是严选屏东优质的咸鸭蛋 然后一样是搭配红豆沙跟云豆沙 然后再搭配的严选奶油 创造出奶油的口感 除了有设计感的礼盒外 业者还推出单科及三科一组贩售 结果很不好评 销量比往年增加 那针对这个疫情 现在疫情的部分啊 我们也有单卖这种独立的包装 然后让消费者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业者也推出满额优惠的活动 需要疫情能持续和缓 让消费者更为安心的与家人团聚 用美食欢度中秋佳节 记者张其滩金融报道 再来是破案消息 刑事局查获诚信男子为主的犯罪集团 涉嫌在台北市经营水房 替比特币假投资诈骗机房来洗钱 诈骗集团用正妹罩 透过脸书LINE交友声称 投资比特币可获高报酬 经统计被害人超过了百人 诈骗金额超过一亿五千万元 炒作比特币30秒行情涨跌 全都是骗局 刑事局查获诚信男子 涉嫌在台北经营水房 替比特币假投资诈骗机房洗钱 现场查扣现金、笔电、手机等证物 并将陈嫌等14人依法送办 刑事局表示 诈骗机房疑似将机房设在境外 用正妹照片透过脸书LINE交友 声称投资比特币可以获得高报酬 初期少而出金 又使被害人加码投资后断绝联系 这边会贿入款向可以到诈骗机房所指定的人口账户 那实际上贿入已通的人口账户的这边钱 由他们把他打到二层账户去 那实际上二层账户这边的部分 诈骗机房就會把钱取消 让取副手或者贤客把钱给领走 接着呢 诈骗机房他们这边这家公司 便会另外再把虚拟货币的部分 再通过机房来骗被害人 那整个大致的一个诈骗的流程就是这样子 警方调查发现以陈信祖贤为首的犯罪集团 长期帮助诈骗集团洗钱 保守估计金额超过5亿元 呼吁民众投资千万要谨慎 以免落入诈骗陷阱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每个人的手机里都会下载几个拍照软体 透过修图的功能拍出美丽的照片 但其中也有针对不同种族肤色的验算法判读 浅尝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 这是台北当代艺术馆最近的展出内容之一 艺术家运用影像作品 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体验 这视觉图像中的偏见与刻板印象 台北当代艺术馆最新特展 邀请备受肯定和瞩目的新锐艺术家志颖 由李燕怡担任策展人 推出其荣获2019年露盆录像艺术奖的计划成果首展 总是春光乍现 展览概念源自于近年未为风潮的脸部辨识技术 进而研究隐藏于人工智慧 数位图像和意识形态里 关于种族文化间的现象 那艺术家呢 因为他本身是学录像跟摄影方面 那他也想说 那现在这样大家的手机上面 有很多的摄影的APP在里面 那每个摄影的APP 它的演算的标准是什么 那其中呢就有发现到说 这个演算的技术里面 好像蕴含了就是对于 种族肤色有不同的标准 于是他这一次展览就在探讨这个主题这样子 总是春光乍现展览当中 包括打光功夫流感和信息三项主题 让参观民众透过电视影像和图像输出 了解到艺术家创作的理念 第一个作品的话 我可以是那个打光 那蛮特别的 这艺术家他用三个圆圈圈的一个荧幕 然后做一个三频道的一个投影 那其实这件作品里面有三段 又有三段不同的故事 访问到一个黑人的摄影师 然后请他分析一下说 那针对黑人的话 在摄影方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技术要去做调整 那我们日常常用的摄影规格是 对他们有哪些比较是 算是有点不公平 或是带有一些偏见的一个技术 让他们的摄影可能就是不太适用 第二段的话呢 因为在非洲有一个手机 非常叫做就是机网 就是非洲人很受欢迎 那那个手机呢 里面有一个摄影技术呢 其实是台湾联发科的工程师 对他们去帮他写的 就是因为他就会把他们的肤色 拍起来比较白一点 也是这个艺术家就是去访问了这个工程师 对然后去了解这个技术这样 对然后这个影片的第三段呢 就蛮特别的 他就是比较有点会写幽默的方式 他找了一个黑人 然后拍了一个像70年代的香港功夫片 台北当代艺术馆表示 总是春光乍现 致影录录像艺术奖的计划成果首展 展出时间从即日起到9月19号 欢迎民众一起来参观体验 用幽默应对数位生活中 隐而不见的偏见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缘分 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